我也不例外 税务专家拿督蔡兆元就说 虽然许多的商家眼前面对的是成本开价问题 但是长远来看如何调整经营策略 顺应疫情后的市场变化才是最重要的 一旦疫情过去 一些领域的商机就会开始出现 例如医药保健 这个管制期过后呢 更多人会对这个医药保健这一方面呢 会更加的这个注重 那么当然呢 因为每个人都在家里嘛 所以他们的这个电脑啊 这个手机啊 这一些基本上他们会发现到 可能就是讲说 可能没有这样快的话 他们会采购一些所谓新的 ID的这一些产品或者是软件 COVID-19新冠肺炎疫情爆发 全球载经济因此发销 新冠肺炎COVID-19在2019年12月 在中国大陆武汉爆发之后 可说是一发不可休息 目前全球已经有9万的确诊人数 而死亡人数也超过了3100人 最麻烦的是这个疫情不止在中国大陆肆虐 而且也蔓延到了全球 目前有66个国家的民众都罹患了新冠肺炎 同样是冠状病毒 这个病毒呢 比17年前的SARS更难预防 因为很多人得了这个病之后呢 它是轻症或是完全无症状 可是这时候它其实已经有强大的感染力 那这样的最好的方式怎么办呢 只好进行隔离 隔离的结果导致人们没有办法出门 而这样的情况也带动了宅经济的发酵 所谓宅经济顾名思义 就是因为人们待在家而创造出来的经济行为 而这样的行为是围绕着人的需求打转 人没有办法出门购物 没有办法出门娱乐 没有办法出门工作 所带动的一个经济情况 而且